3.中國經營報 規避國內市場價格戰創為加碼海外市場 2015年7月6日至在公司C03里向東在香港聯交所上市的創為數碼控股有限公司 發布了期在國內採電行業的收官年報 2014 2015 除年2014年4月1日至2015年3月31日 業績顯示 集團營業額401.35億港元 毛利80.23億港元 毛利率為20% 集團包括一次性收益在內的總盈利33.5億港元 舊去年同期大增133.8% 不過 作為抽位集團總裁 楊東文更關注兩個指標 一是集團營業額舊去年僅微增1.7% 增長緩慢 二是平均銷售單價2577元 舊去年同期的3051元大幅下滑 楊東文解釋 這兩個數字說明國內電視行業面臨全量天花板 銷量下滑加大料企業的經營壓力 同時 銷售單價下滑也級集團維持穩定的毛利率 提出了挑戰 應對壓力如 楊東文級創圍開出的藥方是2015年加深智能化 多元化和國際化 以上三個藥方同時也是國內其他電視巨頭的調整方向 因此創圍要賣過500億元銷售門檻 實現2017年再造一個創圍的宏偉願景 路徑肯定不會平坦 在採訪中 楊東文多次表達對海外市場的期望 可以看出他希望藉此規避國內市場價格戰 壓制平均銷售單價的下滑 但中國企業向海外擴張並不是一個新藥方 跟走過很多彎路 創圍的海外再造之路和轉型一樣不會平坦 靠海外市場再造一個創圍中國經營報 國內採點銷售整體下滑 創圍2014-2015財年採點銷量也沒有達到預期 平均銷售單價下降也非常明顯 未來 採點銷售的增量空間在那裡 楊東文 2014年整個採點行業銷售不理想 原因有二 一是國家取消了家電銷售補貼 二是整個行業面臨增量天花板 創圍同樣在本財年銷量有所下滑 而平均銷售單價下滑有兩個原因 一是棉板成本內年再下滑 電視本身存在降價空間 二是網上銷售產品的比例再增長 極開品牌本財年銷售55萬台 佔全年國內945萬台總銷量的6% 網上銷售也拉低了平均銷售單價 未來 採點銷售的空間在智能機和海外市場 現在採點從功能機向智能機轉型的趨勢已經非常明顯 企業必須拿著這種變化做調整 創圍也一樣 諾基亞當年已經把功能機做到了極致 但就是沒有判斷出向智能機轉型的趨勢 調整不及時而大潰敗 另一方面 集團提出2017年要在海外再造一個創圍 實現1000萬台的銷量 其中自有品牌要佔到35% E.M.O.D.M.產品佔70% 去年 海外銷量中自有品牌佔有率只有13% 創圍開拓海外市場採取的是穩步推進的策略 在海外先後收購了合作多年的南非夏華工廠 德國Mats品牌 現在還在尋找並購對象 尤其是東南亞的海外工廠 這是整體佈局的一個值點 在並購上 創圍不會激進 仍會選擇先戀愛後結婚的穩妥方式 像南非夏華、Mats都是此前與創圍有過3-5年的合作 雙方非常了解後財選擇的收購 中國經營報 從財報可以看出 創圍白電業務去年增長明顯放緩 對利潤的貢獻也不多 為什麼2014年還選擇進軍空調行業 創圍對白電業務造何定位和調整 楊東文 單打冠軍不好當 總會碰到天花板 創圍選擇多元快也是必然選擇 但白電業務怎麼做 怎麼運營非常關鍵 創圍3年前就推出了冰箱冰櫃和洗衣機 在已有創圍渠道銷售 增長很快 但這3年主要是解決供應鏈和產能問題 重點不在銷售 現在產能問題解決了 達到10億元以上的銷售規模 就不能再用粗放的 信帶式的方法來銷售 必須走專業化的道路 建立專門的冰洗銷售團隊和售後團隊 同時開拓海外市場 現在是集團白電業務的調整期 但創圍的白電業務性在沒有包袱 可以輕裝前進 今年對白電 我們的目標是冰箱冰櫃200萬台 洗衣機100萬台 空調是剛進入的品類 第一年我們希望做到盈規平衡 銷售目標是60萬台 國內國外同時後 在白電業務上發展 創圍會堅持以改善和把握 企業經營質量作為重點 做好中高端智能產品 完成多元化佈局 中國經營部 除了靠硬件銷量的增長帶來營收增量 其他電視廠商已經在基於 已有市場全量硬件作為平台來造運營 靠運營來增效收入 這方面創圍有那些計劃 楊東文 在運營方面 創圍從去年開始已經在上市 今年會加大力度 截至2015年6月19日 創圍智能電視的累計激活用戶數 已經達到1054萬 入活約用戶數超過313萬 入增加激活用戶16517 這樣規模的用戶群體已經具備做平台運營的條件 今年將市創圍智能電視用戶運營的元年 從今年起的3年內 創圍將在影視、廣告、遊戲、教育、購物、旅遊等 六大領域通過大數據運營 爭取實現8000萬元的收入 不過 創圍不會降落時 小米一樣做內容 以是採取合作的方式 目前已經與騰訊確定在視頻 遊戲上的聯合運營與合作 在廣告方面 目前也有某酒企出價3000萬元 想買斷創圍電視的開機廣告 但集團目前還沒有答應 主要是考慮開機時間短且有一定的稀缺性 要慎重 同時客戶的品牌與創圍的品牌也要有一定的關聯度 智能戰略重於互聯網化中國經營部 現在小米、樂視作為財電行業的新生力量 其打造生態鏈的商業模式得到了資本市場的認可 在這方面 創圍有何看法 將會做那些調整和佈局 楊東文 前段時間小米、樂視的口水像 都是通過對方打造的生態鏈中的弱點去攻擊對方 我認為未來各個平台的視頻內容一定是趨同的 而且視頻內容版權方也不會獨家授權 將美國NBA這樣的獨家內容 必須要花大價錢才能得到 同時 市場上還沒有哪家視頻內容運營模式獲得盈利 因此創圍未來也不會進入內容領域 只會選擇合作方式 發揮渠道作用 用渠道通過精細化運營分享市場 將小米做電視 儘管量不大 但帶來了一些互聯網的操作方法和手法 給整個行業帶來一定的衝擊 包括價格的衝擊 商業模式的衝擊 還有品牌傳播的衝擊 但同時也帶來了整個行業的轉型速度的加快 電視行業又重新引起了各行業的關注 變成向智慧家庭或智能家居的產業佈局 雖然電視廠商在硬件收入上碰到比較大的運營困難 但後台服務收入的轉型速度再加快 這是值得特別關注的行業背景 就事說雖然有經營的壓力 但更要看到未來的希望 我們也在思考 現在電視行業的轉型 未來產生的真正大樂會不會來自互聯網企業 環有 傳統的家電企業轉型速度慢的 會不會像樂機一樣被淘汰掉 但具體的轉型 各個企業都有自己的做法 作為傳統企業 倉為專門成立了一個互聯網電視品牌 學開TV來參與跟小米樂視的競爭 海信也成立了一個這樣的品牌參與轉型和競爭 此 再加強官網的建設 我們本身有學開平台的建設 相對步伐走得比較快一些 有新的品牌來參與 有後台能力的建設 中國經營部 倉為數字作為倉為旗下的另一家上市公司 其主打產品數字機頂盒已經佔據領導地位 這款產品如何實現倉為的智慧家居戰略 楊東文特合指去年總共銷售二千多萬台 實現收入43億港元 在國內繼續保持絕對第一的市場份額 出口也排在第一 其實 創圍造多元化 進軍白電 更多也是基於創圍整體智慧家電多終端戰略的考慮 以此搭建起硬建構的 而機頂盒更是承載創圍作戰略的主要載體 目前市場存量已超過一千萬台 我現在不明白的是 為什麽互聯網企業搞多元化 賣手機、電視、甚至汽車 就叫建生態鏈 製造企業向多領域擴張就叫多元化 就要背負不專業、盲目之類的指責 我相信 堅持做硬件一定會賺錢 但創圍的選擇會是智能硬件